2023年3月20日 联合国安理会举行朝鲜半岛和问题公开会 中方常驻联合国副代表 特命全权大使耿爽出席并发言 然而 美国参会人员公然指责耿爽的发言 存在偏向朝鲜 自从2020年踏入联合国这个世界舞台以来 耿爽的笑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了 仅仅三年时间 两兵似乎已经有些花白 在这个充满压力和挑战的环境中 耿爽肩负着祖国重任 凭借他的智慧和勇气 展现了国家在外交事务中的远见和实力 这位曾经的明星外交官 在国内外广受喜爱 他的坦率与微笑也曾俘获众多人的心 耿爽出生于1973年4月 眼看着就要50周岁了 1995年 耿爽毕业于外交学院 获得国际关系专业学士学位 随后就到了外交部国际司任科员隋员 外交部国际司从官方的角度来说 是外交部直接领导的工作机关 主要负责研究多边外交领域形式和发展趋势 办理多边领域政治 人权 社会 难民等外交事务 指导驻外外交机构有关业务 而说通俗点 就是负责在各种国际场合吵架的地方 这一待就是四年 这段经历让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多次获得先进工作者的荣誉称号 也为日后的外交部发言人工作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9年 年仅27岁的耿爽被派往联合国 旨在拓宽视野和积累国际经验 经过四年的锤炼 他回国担任国际司处长 2011年 38岁的耿爽 晋升为驻美国使馆参赞 四年后 他回到祖国 担任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副司长 2016年 他成为外交部发言人和新闻司副司长 开始受到公众关注 又是一个四年后 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 特命权权大使 在耿爽的职业生涯里 有两个特点让全国人们对他印象深刻 一个是他直言不讳的发言 一个是他既儒雅又憨厚的微笑 面对挑衅的外国媒体 他总是以不卑不亢的态度应对 既有儒雅风度 又具备礼貌 他的回应中总是充满智慧 引经据典 经据评出 2019年1月29日 有记者问中方是否仍然承认 马杜罗是委内瑞拉总统 耿爽回答 如果我们不承认他 为什么要派特使出席他的就职仪式呢 我想这个基本逻辑你应该能懂吧 同年5月6日 记者问中方团队是否会按计划赴美磋商贸易问题 耿爽回答 具体问题恐怕你只能去问主管部门 记者追问我们到底该问哪个有关部门 耿爽回答 有关部门当然就是有关的部门了 无关的就不能称为有关部门 2020年2月4日 有记者问中方是否会接受 美国提供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援助 耿爽回答 美方说的很多做的很少 美方一边宣布向中国提供援助 一边采取极端限制措施 干扰国际社会合作抗议 这种两面三刀 自相矛盾的做法让人不解 这些回答怼的这些别有用心的记者 哑口无言 也让他的耿言耿语和耿诗微笑 得到了很多中国同胞的认可 自从2020年7月起 担任联合国大使以来 耿爽面临着许多棘手的问题和挑战 我们从各种新闻里不难看到 他的头发越来越白 笑容也越来越少 然而 在面对外界的指责和质疑时 他始终保持坚定的立场 捍卫国家的尊严和利益 2020年9月 在安理会上 美国代表指责中国抗议不透明 要对疫情全球蔓延负责 耿爽坚决回击 这个国家的政府不集中精力抗议 却一直试图转移视线 嫁祸于人 这简直是个耻辱 2020年12月9日 在安理会讨论朝鲜半岛核问题时 耿爽表示 中方坚定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 和维护半岛和平稳定 并支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有关问题 他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 并采取切实行动缓解紧张局势 他还指出 能及时做出必要调整以促进对话与谈判 2020年12月 在安理会叙利亚化五问题公开会上 耿爽直指德国代表发泄情绪攻击安理会成员 双重标准虚伪面目令人叹为观止 2023年3月20日 在安理会朝鲜半岛和问题公开会上 美方质疑中方偏袒朝鲜 指责中方未遵循国际义务 耿爽面对质疑果断回击 演练的内容有打击纵深目标 有斩首行动 还有占领平壤等等 光听这些名字 我们就知道这到底是不是防御性的 这些威慑施压 只会加剧半岛的紧张局势 耿爽在国际舞台上的坚定立场 展现了他在外交事务中的智慧和勇气 耿爽的坚定和勇敢 也为国家的外交事务树立了榜样 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不是在崛起 而是在回归本就属于他的位置 为耿爽的优秀点赞 为在联合国替中国人民代言的人点赞 有您这样的外事官员 中国人真觉得很爽 谢谢大家